当然在今天还要带观众朋友一宝眼福的是 在今天特别邀请到非常厉害的投影人剧团表演 投影灯光秀难得一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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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好精彩喔 小华 谢谢 这个投影灯光秀 你们在练习的过程中 或者你们要呈现这样的美感 最难的技巧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很多表演 它都有一些老师可以教 就是有前辈可以教 或是可以参考 然后我们这种就是 要非常耗我们的想象力 因为我们要凭空出现 所以像这个画面小华 这个画面你们其实 并不知道背后是什么 对不对 对 你们要透过音乐的节奏 对 然后知道说这个时候会出来什么 然后位置大概在哪里 我们要先幻想这个东西 它出现了 然后我们再拍 然后再想办法 怎么告诉这个动画师 所以明明你们整出巨马 或者整出表演 是先有表演 然后才去设计背后的动画 应该说我们要先想象 然后把全部音乐 全部都找好用好 五边玩 最后才会做动画 最后才会做动画 所以在练习的过程中是空的 平空 就是我假装这边有一个火 或是我一个侧翻过去 然后接了一把扇子 这些都要平空 然后我们要自己算好 我想要这样 然后这时候接 对 所以变成说 蛮像我们的气象主播 真的吗 你知道我们的气象主播呢 其实是站在一个 绿色的Key板前面 来 我们来看这个雨啊 然后这个 风啊 它其实也是 透过它的想象和经验 才比的 对 可是我们的 比较没有那么及时 我们还要去翻译给你 所以你是特别为我们 五四星观点设计的 我在你的剧里头 在这一出舞蹈里头 看到了我们的五四星观点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这个意思是 你们想呈现的是 什么样的意涵呢 这一支其实是 在讲 比较像是 社会暖化的问题 地球暖化 这个是地球暖化的问题 对 所以一开始有火 火 它其实是坏的 它是爆破的 然后后来是用水去扶平它 就是代表一个 希望它能够被治好的 这个画题 对 好 那Mini这一段呢 这一段代表的意思是 我们这一段也是 就是延伸刚刚那一个的 这是水的 对 这是水的 就是它是代表火 然后我是代表水 你是代表水的 但是最后 最后是内幕积导 所以是 其实是水赢了火这样子 非常精彩 对 这是难得一见的灯光秀 投影灯光秀 好 接着呢 也是难得一见的是 我们从来没有在现场 看过一个这么瘦的女孩子 吃这么多 这也是难得一见 我们都会来问问她 还有什么法宝 不过 这两天 大家在讨论的是 大白鲨又重出江湖了 而且这一次大白鲨 只有用十分钟的时间 吃了七十二只热狗 又再度创纪录 五 四 三 二 一 BUNTER 我已经干了 I'm done B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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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like I'm really happy I got the win I slow down way more than I wanted to You think you could've eaten more? I know I could've eaten more He licked me I can suck it in my tummy still Usually it's way it's way sticking out 好厉害啊 不过大白鲨看起来 比较大一点 我们这个看起来超瘦的 爱佳 还在继续努力 可不可以让观众朋友 看一下你到底有多瘦 你在刚刚十点钟的时候 你说你是四十二公斤 一百 五十八 一百五十八 好 我们特别请摄影大哥 帮我们拍一下他的肚子好不好 因为他吃了那么多 今天肚子一点都没捧出来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有一点 还是很扁耶 那你的肚子 为什么可以装这么多食物 却不会肚子变很大 因为我发现我吃饱的时候 就是会很平均的一直往上 不会只有凸肚子 就是会很平均的 你会一直很平均往上 所以你的身体购道 跟我们不一样吗 来 爱佳佐 爱佳你有什么法宝 可以让你吃这么多啊 法宝就是 如果是一样东西的话 就是调味改变它的味道 比较不会那么腻 所以你会有自己喜欢的调味料 对 那是你的秘密武器 当你实在吃不下的时候 你就用调味料改一下味道 对 不然一直吃同样的味道 吃那么多 对 你最高纪录可以吃多少 之前最高纪录是吃120盎司的肉 跟50只白虾 然后一个火 那个菜盘这样 你从小都很会吃吗 你从小就很会吃吗 应该算蛮会吃 从小就很会吃 对 然后从来没有胖过 有 就是会有胖一点 比较胖一点 然后就是又收回来 你最胖胖到几公斤 40几吧 有时一样在47 48这样 就从来没有超过50公斤过 好厉害哦 那你是很喜欢吃呢 你为什么要做女大胃王 因为我蛮喜欢吃的 而且我平常也吃蛮多的 所以你女力表的专长可以写吃东西 我的专长就是我很会吃 是还没有这样学过 就我们发现 很多观众朋友喜欢看人家吃东西 所以你们透过直播还可以创造 很大的商机 我们都会再来谈 大胃王到底有多少商机 不过医师来到现场 是 他们的身体构造跟我们不一样吗 其实大胃王的身体构造的话 你说不一样 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大致上跟我们身体的结构 是差不多的 只是特别一个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讲大胃王的话 它不只可以塞很多东西进去以外 它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限制 它在短时间内把这些东西塞进去 对 他们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塞很多 对 没错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那我们发现说 为什么 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的话 当然你就是水最快嘛 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全部吃进去嘛 但是所以你要把这么 这些东西快速塞进去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嘴巴要够大 第一个嘴巴一定要够大 构造上面 然后时到 可是艾佳牛很大 艾佳看起来阴桃胸苦耶 艾佳它有很大的特色 你看它慢慢慢慢的 细脚慢咽的在吃 可是它可以吃很多 那我们讲的是那种 就是快速的要吃的人的话 我们发现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在 据说医生真的有去研究过 对 没有错 据说医生真的有去研究过 对 没有错 我们针对有些所谓的那个大胃王 甚至在日本的时候 针对那个 我们的木下小姐的这部分 木下小姐也是很有名的女大胃王 非常有名的女大胃王 那就针对她在那时候 在做大胃王的比赛的时候的过程中 就帮她去做一个说到底她在这吃完之后 好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日本女大胃王 那一次的比赛是要比吃寿司 没错 吃多少寿司呢 吃100个 100个耶 我刚才看我的爸呢 结果比赛完之后发现她这么瘦 为什么可以吃这么多 就医生想要研究她 对 我们就想说 到底她到底吃到哪里 装到哪里去了 所以其实这里就是有她 当初我们做完之后的一个研究 就是把它放到电脑断层里面去看看说 她到底胃变成怎么样 一般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小的 看不到黄色的地方 其实就是她还没吃东西之前的胃 胃就这么的小小的一个黄色 你说在哪里是这里吗 就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条 这个是木下还没有吃东西之前的胃 就这么小 对 就这么小 就这么小而已 然后呢 她吃完了寿司之后 她就变成这么大一个 好惊奇喔 就好像肚子滑 因为有一个小baby在里面的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木下的胃 这个也是木下的胃 对 所以她吃完了100个寿司之后 她的胃变成这样 这会不会撑大 那这个撑到多少倍呢 我们那时候算起来的时候是66倍 就是说大小的话 从这里变到这里已经大了66倍 一般人来讲大概大了两倍到三倍 已经快受不了 到四倍已经最紧多了 所以当胃王的胃 可以像拉橡皮筋一样 丢 那这么大 是 有些是先天的 有些要后天训练出来的 所以你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不是每个人的胃都可以撑这么的大 因为撑这么大 其实是有它的危险的 危险是在怕破掉 压力太大 会破掉 会 会破掉的一个情况会出现 所以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像 我们胃其实设计出来 就是它变了两倍三倍的时候 它就会传一个饱足感到脑部说 不要再吃了 很饱了 太多东西了 我没办法附和了 行李不要再吃了 可是夏艺家他刚刚说他吃了吗 他一点都不觉得饱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会去了解说 到底它的饱足中心或者是它饱足的感觉 是不是消失了 一般几个饱足的观念会要出现 就是比如说我们吃东西 就是有时候滴血糖的时候就会想吃东西 对不对 吃完东西就是要让血糖上升 所以血糖大概上升了大概30左右 我们就会说够了 不要再吃了 可是像这个木下小姐的话 她那时候在做大胃网的比赛的时候 他们也帮她测了血糖 一个小时候发现 血糖就是已经高达到75 她仍然还是没有饱足的感觉 所以木下她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但她不会觉得饱 她不会觉得饱 而且她的肠位已经 所以她们的饱足中枢 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对 她已经训练出来说 她不会觉得到说 我有那个饱足的一个感觉了 所以她可以继续去撑下去 把胃撑这么多 而且这可能是已经训练出来了 但是我们最怕的就是 当你撑这么大的时候 它的压力会变得很大 听说他们的牙齿 跟我们一般人也不太一样 他们的牙齿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一般来讲的话 牙齿这个部分 它应该要有办法去咀嚼 所以它会比较要去抢 可是就是怕 就是你牙齿这个部分 它如果是有吹吐 或者是压力太大的时候 食物跑出来 有逆流的问题的时候 牙齿就会缺乏的一个情况 因为法郎齿这个部分 对胃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突 所以大部分大胃王的牙齿都不太好 对 如果它有逆流的问题出现的话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大胃王 因为当你要当大胃王的时候 你要能够去撑这个东西下去 而且不让它逆向的往上跑 逆向的往上跑的话 就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然后我们最怕的就是 当你胃食道逆流的时候 东西不是只有从嘴巴出来 如果跑到肺部里面去就会呛进去 食物会跑到肺部 会 叫吸入性肺炎 就是当我们上来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知道这边它有个分 一个到肺部 一个到食道 一直到胃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没有从嘴巴出来的话 有时候不小心会到肺部里面去 那据说大胃王的手跟我们一般人也不一样 手怎么会不一样 我来看一下艾佳的手有什么不一样 一样啊 很可爱啊 手的部分的话是有些大胃王的时候 他真的受不了那个胃真的撑得这么大 撑到什么大呢 你看整个我们去看看大胃王 胃撑到这么大的时候 器官都被压到旁边去了 那有些人真的受不了的时候 他会想要做吹吐的动作 就是让他跑出来 因为要他消化往下走的话 其实是要很久很久的时间 那还有些大胃王 他真的受不了 他就会吹吐 那吹吐的手就会长一些茧啊 或者是会受伤啊 艾佳你有去照顾X光 看你的胃是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大小吗 其实我照X光都是照胸部 没有特别照胃 下次去照一下胃 说不定你的胃跟一般人不一样 你是不是可以胀到66倍 艾佳还在继续吃 好厉害 说到大胃王 大胃王其实伤机无限 对 可是大家都有一个迷思 是说大胃王是因为他的胃很大 对不对 我要讲的这个小林尊 小林尊是 现在应该算是 世界大胃王 算既无保持人 对 但是他并不是以胃大取胜 其实是花脑力 所以大胃王是要靠训练的 画面上就是小林尊 小林尊呢 因为他非常会吃 而且他到纽约 打败天下无敌手 风靡整个美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帅 然后又说 你绝对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大胃王 跟美国一般传统的那种 恐怖有力型的大胃王不一样 所以据说呢 因为他实在很帅 风靡了整个老美 你知道他并不是天生会吃 我先讲小林尊今年38岁 他是22岁那年参加电视冠军 打败了前任的大胃王 他的记录是这样 他2001年到纽约去吃这个 方面上就是他打败前任大胃王的那一场 冠键决赛 他的记录是这样 小林尊的记录是当年吃热狗是12分钟25分 但是他一上去就是12分钟50分热狗 之后呢2001到2006呢 他保持什么记录是10分钟69分热狗 8分钟他可以吃79分汉堡 6分6秒吃13盘咖喱饭 他厉害吧 但是阿关你知道吗 他不是天生会 我怎么这么熟呢 好 重点啊 他并不是天生很会吃 他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呢 他没饭吃 他连那个电费都缴不起 他女朋友跟他讲说 你去参加大胃王比赛 因为大胃王比赛有奖金 你知道他后来的年收入 是一亿日元 他年收入是3054万台币 年收入一年 3054万台币 据说他公布的那个时候 简直震撼全球 但是他有些撇步 靠吃赚这么多钱 对 你刚刚问医生 你知道小林尊 他如果要去比赛之前 一个月 他开始每天要跑10公里 然后要把自己的胃养大 怎么样就一直吃 一直让他撑大 还有他为什么要跑步 不能有脂肪 脂肪其实让胃会缩小 他要把自己弄很瘦 让那个胃变很大 然后参赛之前 他还要进食几天 为什么 要让那个胃 胃是一个带子 对 变得松松松的 松松的 之后呢 他一参加比赛 还有一些配布 他说比方说 他最厉害就是热狗嘛 吃热狗 你知道他怎么吃热狗吗 热狗的部分吃 单吃肉吃肉 然后面包 另外配水吃 吃的时候 然后要摇晃身体 摇晃身体啊 摇晃身体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快速的让你的食物 进到你的胃里面 滑落进去 才能够在12分钟之内 要吃69分热狗啊 他是有屁股的 很厉害 到现在为止呢 2001到2006 他都是大胃王热狗比赛的冠军 好厉害啊 而且好吸睛啊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大胃王比赛 为什么会这么热 还因为背后有赌 对 大胃王比赛 以为开赌盘耶 你赌谁会赢 这一次谁是冠军 有一次 有一个主头打电话给我 他说来来来 大胃王比赛 为什么会这么热 还因为背后有赌 对 大胃王比赛以为开赌盘耶 你赌谁会赢 这一次谁是冠军 有一次 有一个主头打电话给我 他说来来来 有赖 赖 赖 因为那主头 他知道我没有赌博啦 有赌 你拨击不要赤博 他就呢 他就跟我说 这次温的 我说没有啦 你就知道我没拨 我跟你说 那没同 说怎么没同 这不是拨球拨什么 不你计划一下就好了 因为他们 那个主头都会跟国外联络嘛 比如说球啦 或是什么 所以连大胃王比赛 也有人开鼓韩啊 对 他跟我说 哇 你说这次有纽纷啦 纽纷就是有赌博啦 怎样赌博 他说 他说 我说这次拨什么 拨大胃王啦 说拨大胃王 我也不太了解 但我知道 我以前听他们讲过 没理他 拨大胃王啦 我说这赌尼拜啦 那美国日本 走就在拨啦 我说 我说没拨什么 他说小银铲啊 小银铲你不知道啊 我说小银铲我知道了 小银铲很红啊 小银铲大家都知道 这次我告诉你 你拨大胃王就对了 拨大胃王就是意思说 我说什么 他说刚好就是跟大白鲨 就是这一期美国国庆日 10分钟72只热狗的大白鲨 就跟大白鲨 有一个比赛就对了 大部分小银铲是会赢他啦 对 他就说 那他为什么敢赌大白鲨呢 他说有牛啦 有牛啦 你方心肚痛的啦 我说有牛喔 所以 你的意思是小银铲会故意 可能是这样 他说 我跟你说啦 小银铲 小银铲有经纪人 他是告诉我啦 他说经纪人本来 他们本来就设入这个问题 本来就是有在拨就对了啦 你说小银铲自己有在拨吗 就是他们 他们经纪人他们那边啦 可能本来就是在经营这个问题 或者阿丘边的人有在赌 有在经营这个大卫王这个比赛 他说 我跟你说 你就拨对面就对了啦 有牛啦 我说好啊好啊 刚好 製作单位找我 我想到他还欠我一千块 因为我有贏嘛 我说好啊 没落一千啦 他说那一天 我记得还记得是吃馄饨 他就减赤他才十六二十六 我说真是小银铲 这样真的有成功就对了 他就那一天他就跟我讲 我说好啊 没落一千啊 诶 大白鲨还真赢了 所以你那次赢了钱 对 那这个 这个还有赔率的哦 他说 大卫王比赛还有赔率 有赔率 当然有赔率 每个都有赔率啊 我们打玩球的都有赔率啊 他说 大家都拨小银铲贏了 因为他们要平衡那个赌盘嘛 是 他就说 这样我们你也赔小银铲贏了 我看公司也要赔小银铲 他说没有运人的运人的 他说你赔十万也没关系 我说不要 赔一千就好 那赔率是这样呢 如果你赔小银铲的话呢 那你是一赔零点六而已 就是你赔一千块 你赔六百 那你如果赔那个大白鲨呢 一赔一点四啦 就是你赔一千你赔一千四块啦 因为大家比较看好小银铲啊 我也没管那些了 果然赢了 果然赢了 我 那个就在跟我讲完 我赶快去跟他拿一千块 所以大卫王的背后也有赌盘啦 好 艾佳 现在已经来到节目尾声了 我们要来看看你到底吃多少 这个可能已经没办法数了 而且我说真的 来 酒姐好不好 他吃得真正有清晰 不是青菜吃吃 他是真人真吃的 哇 这个 你说至少三十 我看至少三十几根鸡腿 现在还有这么多耶 你已经吃了整整快两个小时 你平常在家里吃饭吃多久 一个多小时 你平常在家里吃饭吃一个多小时 那通常你们家要煮多少才够你吃呢 你们家吗 其实我会买很多 因为我是外食 所以我会买很多东西 可能便当啊 面啊 咸酥鸡啊 卤味啊什么 一起看电视慢慢吃 那你通常 为了让自己吃很多 你会有顺序吗 因为我知道你有开直播嘛 吃给网友看啊 那你就不能让网友失望啊 所以你每一次要想办法吃很多 你有什么 除了你刚刚说的调味料之外 我会准备 尽量准备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你的顺序是 可是其实我会准备单一 然后会做一些变化 但是就是因为我喜欢吃肉 所以我会先从可能肉开始吃 然后再吃一些其他小东西 然后最后吃甜点 那你怎么吸引那么多网友看你吃呢 因为分量吧 我觉得分量如果够新人 每次都要摆得很大 或者是食材 像我真的是吃三十只龙虾 然后就是觉得 因为一般人不肯吃龙虾当宵夜 可是你这样子 就信人 你坦敢有够开 你老公坦敢有够你吃 那有一些是有赞助 所以其实你们吃给网友看 是有商机的 对 会有赞助 会有人置入 会有厂商提供给你食物吃 对 你其实有说过会这样 对 所以吃也可以吃出前途 对啊 其实也可以吃出前途像小林尊这样 是啊 因为你看大卫王他都年收入一亿 是不是 而且还有表演赛 对啊 因为小林尊之前还跟一个小仓鼠比赛吃热狗 你坦敢有够开 你老公坦敢有够你吃 那有一些是有赞助 所以其实你们吃给网友看 是有商机的 对 会有赞助 会有人置入 会有厂商提供给你食物吃 对 对 对 所以吃也可以吃出前途 对啊 吃也可以吃出前途像小林尊这样 是啊 因为你看大卫王他都年收入一亿了 是不是 而且还有表演赛 对啊 因为小林尊之前还跟一个小仓鼠比赛吃热狗 被小林尊曾经跟小仓鼠比过 很妙吧 我觉得日本电视台真的很有趣 因为大卫王所向披靡嘛 对不对 大家都吃不过他 干脆跟小仓鼠一起来比吃 有没有 那结果小林尊赢还是小仓鼠赢呢 小仓鼠赢啦 哎呀 小林尊怎么输给小仓鼠啊 小林尊还颁了那个奖牌给小仓鼠 因为他输给他一根热狗 输了 一分钟 小仓鼠可以吃11根 小林尊吃10根 那最后呢 因为这个比赛小仓鼠赢了对不对 小仓鼠都不知道他已经赢了 他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没有停的吃 所以小林尊呢 打遍天下无敌手 唯一输掉的是 小仓鼠